好 iOS 17.1 正式版本终于上线了 发热耗电问题 到底有没有解决我们实测给你们看 好那我们先来讲 我们111团购的优惠正式已经先上线了 就先偷跑 如果你不想等到那一天 有些东西想要先买到 像是上次团购大家非常抢手的 这个 MagSafe 行动电源 我们这次有提供优惠 让大家当初没有买到的 现在可以买到 或是你也在找给你 iPhone 现在用的快充头跟快充线的话 我们也有测试到一个 觉得非常稳定的一个使用组合 而且一整组配上这种高瓦数 高传输速率的线1000块不到 我觉得超级便宜 大家如果不想等到当天 怕可能买不到的话 或是晚出货的话 现在就可以先到这个 找鸟的连结去购买咯 大家好朋友 点点 这个 iOS 17.1 现在正式版本 公开版本已经发布 很多观众在关心的这个点 就是说到底这个耗电 还有发热的地方有没有解决 新型我们在会员的专举 我们都持续在测试 17.1 的β版 β3 β4 一直都有测试它发热的结果 但是既然大家敲碗说 想要知道说正式版本是不是 真的有一些不一样呢 那我们就来实际测给大家看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测试的比对机种 不只放进了iPhone 14 Pro Max 我们也加入了iPhone 13 Pro Max 因为这台是一直以我过去 世代经验来讲 就是最稳定的一支 无论是它的稳定性啊 它的续航力来讲 我记得它整年体验都很好 但是当时所搭配的也是iOS 15 也是相对稳定的版本 那我们就来实际测试一下 如果它们同样在iOS 17.1 公开版本的时候 这三支它们发热 还有耗电这个比对到底是如何 那我们先说一下测试的环境 一样就跟我们先前的会员影片都一样 我们在室温26度左右的 这个房间里面测试 那三支手机都升级到iOS 17.1的版本 一模一样 然后萤幕亮度调到最亮 然后那个萤幕关闭的地方 把它调到永步 然后我们开启飞航模式 同时也有开启WiFi 但是也开启了误扰模式 就是为了让它们有接收 不同讯息的这些的误差减少 那同时呢 它们也都连接到同一个WiFi的网路上面 测试的这个过程呢我们三支会摆在一起 然后用热相仪来侦测 那同时也有另外一台相机来拍摄这个侦测的过程 那完整版本我们通常是放在会员转圈 因为我们这次整体的环节加起来应该有四五十分钟 可能快一小时 所以应该不会有人想看那么长的影片 那我们这次测试的方式呢 因为毕竟也要测一下它的续航力嘛 这三支手机把它冲到满百分之百 但是呢这三支手机它的这个电池健康度 是有点差距的 13 Pro Max 90% 14 Pro Max 91% 然后15 Pro Max 100% 那所以这个电池健康度 可能在这个续航力测试的时候会造成一点小差距 但大家等一下在看结果的时候 就可以先去考虑这一点 同时也是想让大家 如果是隔代升级或换代升级的话 你们会看到怎样续航力体验的差别 那我们做这样的比对 可能同时也好像会更真实一点 因为你手上的手机可能电池降度也有点下降 那测试环节的第一步呢 我们就是单纯只有开启相机app 不会做任何的拍摄跟录 看它的发热程度 然后我们会摆十五分钟来记录 那到下一个环节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拍摄4K60的阶段 那一样拍摄十五分钟 然后比对这三台手机它发热的程度 还有耗电到底如何 那再到下一个环节就进入Facetime的这个测试 那我们会让手机先冷却下来 那因为这边是互相通话 所以一次只能测试两只手机 所以我们就先从14 Pro Max跟15 Pro Max来通话 然后下一个部分再从13 Pro Max跟15 Pro Max通话 然后来测试它们发热的程度 还有耗电如何 那反正这边就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 好那我们就开始直接进入测试的环节 那首先呢就是开启相机的测试 那这边我们测试了 其实先前都满多次啊 还有在会员影片里面也有 加上先前有比对很多手机后 那我们15 Pro Max它在温度上面 其实都是目前为止测到手机里面最高啦 不管是对比自家的15 Pro Max 14 Pro Max 那甚至可能现在看起来好像对比13 Pro Max也是一样 先前对比的话跟自家比的话 都是大约高个2到3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17.1下的表现 那说真的我比较好奇的是13 Pro Max 因为我有朋友也私下跟我说 它在更新之后觉得很热 那所以满好奇这边和14跟15的差距在哪里 这边我在测试的时候 到一般有个有趣的点就是说 我全部设定的萤幕都是维持永远不关闭嘛 但是在8分钟后三台都进入休眠 那这个在先前测试的时候好像没有碰到这个 不知道是因为iOS刚更新到11.1 有这个新的这个判定呢 还是说我先前可能就是刚好没有碰到没有发生 好那你这边看到测试一半的时候时间的温差后 13跟14 Pro Max的温度一直都是满接近的 大约39度左右 那15 Pro Max这边测到最高是大约42 43度上下 那我们就来持续做个测试 然后完成整个15分钟之后呢 13 Pro Max的温度约在39.5度 然后14 Pro Max在40.1度左右 那15 Pro Max我们测到最高是在44跟44.1度左右 那他们电量都从100%开始 那在15分钟只有开启相机的情况下 13 Pro Max掉到了94% 14 Pro Max掉到了93% 15 Pro Max掉到了93% 这边看起来都还非常接近 那下个阶段我们就直接来进入拍摄录影4K60的这个部分 那看到温度上的差异是怎么样 其实你在一开始几分钟就可以看到三台温度都有明显上升 这边上升速度当然是比只有开着相机的时候快运 同时也在录影嘛 那大概几分钟后我们就测到了13 Pro Max是41.2度 14 Pro Max是41.5度然后15 Pro Max是46.8度 OK然后我在拍摄的当下感觉好像15 Pro Max的萤幕亮度有下降 但是当时也不太确定是不是视觉上还是时间点什么时候开始 那我们现在回头去放影片的时候我发现在开始录影7到8秒之间 15 Pro Max开始调降他们的萤幕亮度 那这个时候它的萤幕上面侦测到的温度是44.2度 所以它可能内部里面46 47度它可能有一个调控的方式 从那个地方开始下降它萤幕的亮度 那我们测试到一半的时候拍摄7分30秒之后 我们看到的温度是13 Pro Max是13.6度 14 Pro Max是44.1度 那15 Pro Max是49.5度 那中间有个小插曲啊就是我看到15 Pro Max它是上锁的状态 就它一样是在录影 只是它上面那个动态岛上面有锁住的状态 所以我把它解锁之后再继续拍摄 所以时间差上面有差个几秒 那不管怎么样这边本来最热的就是15 Pro Max 所以让它稍微降个几秒温好像也还好 那最后拍摄完毕之后呢13 Pro Max是44.8度 然后14 Pro Max是45.1度 那15 Pro Max是51.4度 那这边对比的话15 Pro Max高了14 Pro Max大约6.3度 然后高了13 Pro Max将近6.6度左右 那它们的电量比对剩下的话 13 Pro Max是剩下87% 然后14 Pro Max是剩下85% 那15 Pro Max是剩下85% 那这边比较讶异的我看到的是说 13 Pro Max为什么它剩的电量还是最高 那当然我现在就有讲嘛 它好像续航都很好啊 然后它的稳定度都很高 但是因为这台13 Pro Max已经用了两年 然后它电池健康度是只剩90% 但是即使在这个情况下 它的所剩电量还是最多的 那这可能也能解释 为什么我们当时也使用iPhone 13的时候就觉得说 那个系列感觉很稳定 续航也非常的好 至于有人会说13 Pro先也没有随显萤幕 但是我们这边毕竟充满电之后就直接开始拍摄 所以随显萤幕就影响的可能性非常低吧 因为萤幕就是一直开着开启相机跟开启录影 那另外因为都持续开启相机的状态 所以这次印更新率的这一点 好像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因为它们都是在拍摄一样的画面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满压抑的 它90%电池健康度在这边表现还是最好的 那再来我们来测试一下Facetime通话的地方 那我们有稍微让它们降温一下 然后从14 Pro Max打电话给15 Pro Max 那其实大概起始温度差了3度 它们本来在待机的时候温度就有差 那这个我们先前在15 Plus跟15 Pro Max 也是测到这样的结果 一开始14 Pro Max是33度 15 Pro Max是36度 那通话10分钟之后呢 14 Pro Max是35度 然后15 Pro Max是38度 那电量的部分呢 两边都是掉了2% 所以看起来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再来我们也持续测试 在它降温之后来测试 iPhone 13 Pro Max FaceTime iPhone 15 Pro Max 那起始温度呢iPhone 13 Pro Max是30度 然后iPhone 15 Pro Max是34度 我们有降温比较久一点 那通话10分钟之后呢 iPhone 13 Pro Max的温度来到34度 然后iPhone 15 Pro Max来到37度 所以也是大约3度4度的这个温差 那电量的话两边也都是下降2% 所以这边看起来在Facetime的地方 影响就比较小一点 好啦 那最后总结就是 我觉得大家看完应该都有一些 自己的了解跟自己的想法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日常使用 就像我在一个月薪的里面讲的话 我觉得它的稳定性在这几次更新之后 一些莫名发热的这些频率几率都有降低 那当然我自己还是有碰到一些 或是群组里面偶尔还是有一些回报说 莫名发热啊 或是它的电量掉很快 但是很多观众讲的这些 不管是开启IG 开启LINE 或是滑网页 甚至看YouTube的时候 这些莫名发热的情况 其实我都有测到 但是我没有办法一直去复制它 那没有办法去复制它的时候 就很难说是iOS本身的问题 还是它的APP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最后还是回归到 我们每次都能测到发热的这些环节 像是开启相机APP 或是使用Facetime的时候 甚至是拍摄影片 那这些都是我们不管几次测试 每一次什么版本 永远都可以测到发热 那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测试 那加上它又是第一方的软体 那可能在未来的比对上面 会比较有一个依据可以拿来当参考 以我来说毕竟我是10代 11代 12 13 14每一代都有用 都有换的话 那所以我的感受上会比较敏感一点 因为每一代的更新嘛 我在使用上的体验 就会非常的清楚到底它的差距在哪里 那会体验到的也通常是那一支新手机 搭配那一年的新的iOS 那一整年的使用体验 那这也是为什么 这次我就会加入一个13 Pro Max 是当年我觉得好像最稳定的一支嘛 可是当时在那个情境下搭配iOS 15 那现在如果换到iOS 17上面 那可能也有很多观众手上 也是这些手机 那现在这个当下开始做这个记录 因为当年iPhone 13没有什么发热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做这些记录 那现在开始搭配iOS 17 然后一些旧的手机也来做一些记录的话 那未来在新的版本iOS 89的时候 我们同样测试旧的机型 就会有一个比对值可以去比对说 到底不管说你手上现有的 当代的手机在新的iOS上面有没有差别 或者说新的手机对比旧的手机 它的温度上的差距到底是在哪里 那今年的iPhone 15 Pro系列应该说是 正确来说可能是A17 Pro这个处理器 那它在高效能的运作下 这个能耗真的是满高的 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说 到底你使用相机的时候 需不需要用到那么高的效能 或许啦 在现在这个演算法摄影的时代 它随时都在记录的非常多张照片 即使你开启相机还没有在拍摄的时候 它可能背后都随时在进行拍摄 所以或许这个能耗很难避免 但是是否有方法去优化它 那毕竟iPhone它的相机体验 以现今来讲 在所有阵营里面所有机器里面 它还是最顺畅最快的反应最直觉的那一个嘛 所以你可能相对要舍去的 你要牺牲掉就是它比较会发热 或它对续航力影响会比较大 那现在到了iOS 17.1的版本 正式版本也已经推出了 那关于相机发热耗电这一点 然后不只当然不只台湾国外也很多 都有讲出来都有回报 如果到了现在这个正式版本 这个部分还没有办法去做优化解决的话 那我们暂时可以去猜想 可能比较难解决 现在这相机它的需要的耗能就这么高 那如果iOS 17 Pro 同时在高效能运转的时候 它就是要耗掉那么多瓦数的话 那这个或许就是这样的结果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用户 你不是什么重度相机用户 你买这台手机 你不会觉得说你想要拿来测试它 很多相机去外面拍照 或是旅游都是单靠它的话 那我觉得或许你体验上就还好 在一般使用上的体验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一般App的使用 它的发热几率都有降低 不能说完全没有 那续航上面的体验的话 除非你是从先前我们像测试续航很好的 13系列 11系列换上来的人的话 那至于其他几代换上来 我觉得你在续航的体验上面 可能都会比较明显 还是会觉得说 A15 Pro系列还是有蛮明显的进步 好 那我们今天就很快做这个测试环节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未来如果我们还要再持续 做一些小版本的测试的话 我们可能就一样放在会员影片了 因为那种时候就可能不用再拍一支正片 就是直接是进入这个发热的过程 然后拍完就可以上传给大家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让这边 大家有没有想法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可以订阅频道起来 那我是苹果连 我们下支影片见 Bye Urban 陈古老师 与人联气 我们下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